过峰的复杂性 以前我们是专门讲过过峰的 但是在实际的操作当中 过峰它远远比大家想象的要复杂 它有一个足迹攻打的把戏 这只是什么 过峰的复杂性之一 我们做的这个系列 就是详细的来讲解 如何正确的来看待 过峰的一个复杂性 大家好 我是射手 欢迎关注我的频道 那过峰呢 常态 它是要开启主身行情的 但呢 因为它有真有假 这个过程让散化真假难辨 今天我们就从过峰的攻打方式 以及到后面的集合竞价 还有分时的确认 来阐述如何来判断过峰的真假 同时呢 也结合大家当时的一些错误的想法 让我们找到什么 因为去打过峰的票 失败而导致亏损的一个根源 那这个票呢 交的中信海直 它在这里直接就用了一个什么 掌停板过了峰 对吧 开启了过峰的模式 这个峰指的就是左侧的11块3毛2的这个峰 那这个掌停板一出 我们就知道它要过峰了 但是大家要思考一下 请问掌停板一出 后面是否行情就是一码平穿 开启连办方式 就是打板 再打板 再掌停 有没有这么简单 大家可以想一下 那过峰 它大概率是要开启主身行情 而主身行情的内核 是主力通过了什么 通过长期的卧星长达 通过了长期的筹码搬运 通过了长期的潜伏 长期的运盘 最后来完成这一轮什么 清运直上的行情 在这个行情当中来派发 兑现筹码的过程 那人家在这个里面运作了这么长的时间 如果只是一过峰 那就是连板 那A股太好挣钱了 所有的散户 什么都不用盯了 就专门盯着过峰打 一过峰就打 一打就是连板 从此富甲天下 将主力逼死在沙滩上 您认为可能吗 对吧 这首先就从思维上面 我们要正确的去认识它 好 那既然主力过峰 那么下一个关键的正当点 你想一下 它过了11块3.2 是不是就到12块8.6这里来了 它也是什么 下一关首关的boss 如果主力 它真的要一口气过这里 请问是不是 才可能开启连板过峰的方式 为什么 因为想让这里的人不卖 最好的方式 就是连续的涨停 所以您去看 为什么有些票 在后面要去顶一次板 或者是换手板里面的秒板 往往出现 就在什么 这样的位置 那对应着相反 如果一旦不出现这种情况 它是不是要正仓洗牌 为什么 就要把上面的筹码给洗出来 日后才能够顺利的上工 对不对 所以这个就是一个辩证的原理 好 那既然同样 我们先看 是不是有这样的错误心理 既然过峰的原理在这里 那我们的第一个目标 是不是应该 盯好这个红箭头所指的12块8毛6这里 而不应该是去看这个地方 什么意思 就很多朋友 他的一个误区 哎呀 过峰了 哇 赶紧赶紧去 哇 他会涨到这里 还是会涨到这里 我熟熟看 到了这里 我要挣多少钱 到了这里 我要挣多少钱 是不是就不对了 炒股要讲究什么 实事求是 饭要一口口吃 他的涨停才到这个目标 这里还是一个位置之数 我们看到这里和这里 是不是早了一点 那大家文心自问 有多少打过峰票的时候 会有过这种异想 从而导致什么 亏钱 然后甚至有什么 盈利变亏损的了 所以异想 它是亏损的一个根源 好 那我们把这两条线 对吧 这两条线 切紧紧过来看 它打了两连板 是不是就过了12块8毛6的这个峰 也就是前面的这个地方 对吧 因为这个涨停距离12块8毛6的这个峰顶线 它比较接近 请问是不是你看到它涨停就高枕无忧了 那不用想了 两连板了 肯定会有三连板 四连板 五连板 还是需要次日它的一种确认 那如果次日是顶一字 或者直接跳空 高举高达 是不是就OK了 那反之是不是不行 就有什么 就有震荡 那对应于12块8毛6的这个地方 我们在前面就已经讲了 是不是是有预期的 这里产生震荡 所以这个教大家的方法 请大家去对照 以往自己遇到这种情况时的想法 看看是否有出入 有差距 您找到了原因 就找到了亏钱的根源 将来就不会吃亏 好 为什么要那样讲 我们接着来看 请问第二天它是如何开的盘 集合净价是怎样 这天的收盘 是涨停板收盘 它是12块9毛6 那请问这天的开盘是多少 它是12块6毛8 12块9毛6的左手 12块6毛8的金开 您的本能第一反应应该干嘛 而我们的常态就是什么 不卖 我看有没有可能再重回高量顶 好 结果分时呢 没有上去 跌破了 接下来怎样呢 不卖 我们看能否守住高量底 好 结果分时呢 把高量底又跌破了 算了 扛着 看将来是否重回高量顶 那这种妥了似的思维就是其亏钱的根源 因为你整个的根本就是什么 凭意想在炒股 标准只是放在口里说的 你想是不是这么一回事 好 那它之后 当然我不是说这种思维放到这只票上面 而是我们拿这个票 跟大家平时的思维来做对比 这是错误的 千万记住了 那之后呢 它是不是缩量次仰 平二一 然后次的跳空大仰 就再次了什么 过了封顶线 对吧 过了这里 但是你想跟前面一样的道理 这是一根高量柱 它只是当天突破 它需不需要次的一个确认 那我们可以看到 它后面有没有确认 突破的一二三 它确认了 那确认的常态来说 它是不是应该就要开始往上涨了 否则 是不是它在这里又要搞鬼名堂 又要玩把戏 因为是不是就出现了我们前面课程里面的 这里该涨不涨 那就要防跌 过风没那么简单吧 那下跌了吧 那这里就奇了怪了 明明已经成功的过了风 它为什么要下跌呢 那在这里教过大家一个方法 大家为什么不用呢 它的单枪直辣 我们不知道 在这里画一条水平线 去顺通摸瓜不就OK了吗 对吧 那我们画一条水平线 往左看去顺通摸瓜 那一摸就知道很清楚了 它既然试探了12块8毛6的风 难道14块4毛9的风 它就不需要试探吗 那对应着这个下方 这么大一堆的量能 您可以无视吗 所以当把这里对应到右侧 我们就会发现它是足迹足迹的攻打的 是不是这样 我们把这里这三条线 大家看清楚分别代表了哪几个位置 这里 这里还有什么 还有这里 那我们把这三条线到右侧放大了来看 你看一下 是不是打过了回踩 打过了回踩 是不是就是这样的 对吧 所以您还认为 那应该过峰在这里就应该是连板 就应该除了涨就这么讲 过峰就是可以无脑的 蛮干 我们是不是应该纠正这种思维 所以在这支票里面 这个主力 它就运用了一种什么 足迹攻打 足迹消化的把戏 所以的话 是不是过峰 它是复杂的 没那么简单吧 我们是不是应该要改一改 以往的思维才行 这是讲的它的其中的第一种方式 好了 那关于今天的内容 我们就先讲到这里 觉得本视频对您有帮助 欢迎留言点赞与转发更多的干货 咱们下期再见 大家拜拜